其實我們這個線上的FotoP也有這樣的功能喔 你看喔 如果你要把這個人抓出來 是不是一樣的方法 那我可以用這邊 這裡 有沒有一樣快速選舉 所以 不小心 這樣刷一刷 這裡太多了 把它弄掉 好 有沒有看到上面 怎麼這個名詞 不小心剛剛老師有教 是不是調整邊緣 拿進來 這個畫面 不一樣 但是沒關係 有沒有看到他畫的邊緣 結果發現他畫的比那個好 來 放大一點 好 放大一點 這裡沒有做好 對不對 顏色 這裡 一樣的 保留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 一半看得到 一半看不到 半透明用中間灰灰的 所以我這裡 鞋子要完全保留 就來這裡塗 哇 太大隻了 馬虎一下 控制加Z 好 這個 太大隻 要小隻一點 喔 這樣子 欸 還是這麼大 糟糕 他不能再 抱歉 抱歉 這是邊框 看錯了 底刷 底刷太大隻 好 看一下 再拿出來 可以這樣好一點 我在這邊是完全都要的 我就塗白色 好 有沒有看到他本身就有畫一個邊緣 對不對 他就幫你計算 有沒有 這裡不是很OK 是畫太進來的 我就告訴他 你不要畫那麼多 因為要安靜一點 所以畫不能太多 有沒有 欸 竟然 這個梗還不錯啊 都沒有人有感覺 蛤 果然你們現在都不講話了 話不多了 呵呵呵 來 來 我們手都在上面 手 手也是在講的 對不對 這裡 叫他不要做太多 因為做太多 他反而這邊就去被 去被掉了 好 再來 有沒有發現他旁邊這邊都是畫灰色的 所以 你看看他頭髮有沒有去的還不錯 那你看預設有沒有新塗層 對啊 按下OK就出去 那你如果只是要遮罩就是這個 好 你先按OK 有沒有一樣幫你做一個 對啊 用錢的 然後咧 你就找找這裡 好 我先做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是不是要拿掉 按著 這樣有沒有選起來 眼睛打開 是不是選到了 選取 修改 是不是擴充 擴展嘛 意思一樣 你有一種感覺 老師幹嘛重複講一次 對不對 好 擴張完了 你看這裡 有沒有叫內容感知 填滿 前景 背景 內容意識 你看到齁 OK 這時候他就會幫你做一下 沒有按下了 有 他還在跑 稍等他一下 請問有一樣嗎 對啊 原本的在這裡啊 因為我已經去備好了 我們剛剛不是在下面做內容感知嗎 那現在針對上面這個 要做什麼 是不是叫操控彎曲 他叫做不我彎曲嗎 你怎麼有一種感覺 就是老師一直在重複做 這樣有沒有很不公平 早知道 就不要學太多 呵呵呵呵 盯一下 盯一下 這樣有沒有都一樣 但是 我們剛剛講的這樣不聰明對不對 要不要有智慧一點 要 所以我們先把它轉換一下 點到他 按滑鼠右邊 按滑鼠右邊 有沒有比較有智慧一點 早知道齁 來這裡 不我彎曲 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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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現在 一樣的 按下的 如果你要他調整 這樣有沒有抬起來 這樣 打個勾 有沒有感覺 這裡有智慧一點 眼睛關掉 有沒有回來 打開 現在要重新進去 抖抖 各位 我 吃飯完了 所以你看看 幹嘛花錢 像我一個月還要花六百多塊 所以這個還不錯啦 真的他 蠻方便的 當然我們不可能果論他的雲端 有時候要計算一下 要一點時間 所以 還是需要 給他一點時間做 但是 他的功能 幾乎都跟我們 Polocial的一模一樣 OK 我們從來 我們不可以 去那邊